第五個缺點 第五個缺點就是 第五個缺點就是整個室內 因為有這麼這麼多 第五個缺點就是我們整個室內有這麼多的面板 第五個缺點就是我們整個室內有這麼這麼多的LED面板 好幾十萬瓦的電 就這樣同時輸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 就跟烤箱一樣 重點是我們攝影棚裡面也不會有風 不是戶外啊 變成整個是超悶的狀態 然後又要收音 所以我們幾乎是開一秒鐘的冷氣 然後關十秒鐘的狀態 所以就整個像是烤箱 大家是紅紅的 不是被曬傷 是真的是超悶的狀態 我不知道這個通風狀況是 攝影棚可以改善嗎 還是其實就是攝影棚 就是這個